念佛放光明 唐朝有位道昂法师 有一次他在寒陵山寺讲经 讲到天色以晚又没有烛火界光 当时听经的众人有的就在想 哎呀 这么暗的字都看不见了 是吗 这黑蒙蒙的 谁去点个烛火呀 这个时候 道昂法师高高举起手来 手掌顿时放出光芒 照亮了整座寺院 在座的人都非常的惊讶 哎呀 这太奇妙了 师父的手会发光哎 真神奇啊 就像日光一样啊 道昂法师看着亚裔的众人淡淡的说 这光本来就在恒常照耀 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道昂法师平常就信赖西方极乐净土 在贞观七年 道昂法师对他的知交同参说 八月初的时候来为我送送行吧 到了预定的日子 四中弟子都赶了来 道昂法师就先安坐 这时候香炉自然发散出奇妙的香气来 道昂法师先引领弟子们 并受菩萨戒 不久 不久 这时极乐净土的香化妙音飞涌而来 向祥云盘旋围绕在众人顶上 大家看到了这样的景象都欢喜异常 道昂法师就对众人说 大家好好念佛 现在西方极乐净土 以献灵锐来相迎 我要走了 说完了话 道昂法师就在法座上安详园吉 生息安养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